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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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精圖倫 我是尚恩 每晚六點看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圖倫在S牌尾 單牌的死人解說 這道樹莊呢我們是出攻擊型的樹莊 前期的核心呢就是我們的能量法球跟巫妖王冠 後期我們買出的爆裂法杖呢 我們的傷害會非常可怕 我以前玩王者榮耀的圖倫呢 幾乎是全出半韓裝 主要是圖倫需要貼身去發揮他的最大效益 因此呢需要一定的生存能力 而這次呢我們來嘗試出攻擊裝 試試看不一樣的玩法 這邊呢我們一等點的是一技能 這樣子下進小兵呢就可以疊三層被動 只要等我們一技能的人就好呢 就可以點滿我們的五層被動喔 有另外一個玩法呢是一等限學二技能 一等限學二技能的好處呢 就是第一波小兵就可以馬上觸發我們的被動 然後消耗敵方 這邊找敵方納克羅斯 我們先拉開喔這邊點滿我們的被動 順利把納克羅斯緩速 我們輔助有趕來幫忙可是還差一點 我們嘗試把這個蜘蛛偷掉 最後成功偷掉 那這邊的血量相當驚險喔趕緊開6 有拖到蜘蛛就是賺喔 這邊的血量不是很好 打算把這個兵線清掉呢再回補 一等限學二技能的好處呢 就是我們在前期單挑換血非常強喔 可是以我的經驗呢 通常中路都會有敵方來盾 比如他們魔龍輔助打野 因此我們先學一技能呢是一個 跟我們另一個玩法 而且我們突然輸出了手呢 要盡量找機會貼身使用魔龍一技能喔 這樣子傷害會非常的高 在貼身的情況下呢 我們使用一二技能 就可以消耗敵方大部分血量喔 這邊跟敵方偶爾換一換血 更如果打個關鍵呢 就是不要讓他免費疊被動 找敵方納克羅斯 這邊敵方阿杜倫再次過來騷擾喔 這邊我們血量有點少 不管怎樣呢我們回不回補 也要先把兵線清掉喔 身回中路呢 手好兵線是非常重要喔 這邊幫忙打一打這個藍 然後趕緊拉開 這個補血包 我們已經上四等 我們的被動呢 一秒內命中同一個目標 會造成率減的傷害喔 如果要更高的傷害呢 我們可以 嘗試拉開一點距離 就是等一秒以後呢 再讓我們被動去命中敵方 具體的做法呢 就是要保持位置喔 找敵方的珠卡 我們去攔截他 對我們隊友順利把珠卡擊殺 中路我們隊友在二打三 來自納克羅斯 難怪我們的視角 我們的鏡頭飛得起來喔 找敵方小丑喔 一個一技能接大招 這邊敵方小丑剩一點點血喔 可惜我們的血量 自身血量也不好 不然我們的被動傷害呢 應該只夠打死敵方的小丑 這邊我們說一說我們的召喚式技能 我們帶的是瞬移 當然你要帶免疫也是可以的 可是免疫沒有辦法做到一些事情 比如我們可以瞬移接著技能 去秒殺敵方後排 瞬移有另外一個用法呢 就是用來調整我們大招的位置喔 相信大家知道呢 圖倫大招是可以被敵方也使用擋了 那如果我們使用瞬移的瞬開呢 就可以避免被擋住的狀況 這邊來的是祖卡跟蘿兒 熊貓天使組合喔 以目前看來呢敵方稍微有點兇 活動萬爾再來做一下路的視野 輔助呢是建議跟打野聯動喔 這樣子他們效率比較大 輔助跟打野呢是一個一加一大與二的概念 找地方祖卡 這祖卡呢也非常靈活喔 隨便溜就溜走 我們快速我們先清掉 這時候上上上全一個被動 這邊找到一個藍 趕緊把他偷掉 非常謝謝我們的小狐狸 這個藍buff呢真的非常好吃喔 看敵方納克想要幹嘛 留個一技能給他 那這邊我們順利撤退 那這邊我們順利撤退 偷偷跟男人非常賺 這邊敵方羅野怪來支援 我們看準情況喔 做好隨時支援的準備 當然別忘了我們的核心呢 就守好我們中路兵線喔 那這邊我們跟牆壁打的關係 順便吃這個野怪 這次我們莫拉在推上路喔 找敵方羅爾趕緊拉開 順利抖過他技能 中路兵線要到了 我們趕緊把這兵線先清掉 這邊敵方抓掉了我們的莫拉 敵方羅爾已經回來守 這一波有炮城呢 如果他們羅爾不回來 我們是有機會把這個中路防禦塔推掉 那這一波呢看起來是不能打的喔 主要是敵方中路打也都消失 很有可能在我們附近 找敵方羅爾 這邊要注意給小蟹姐呢 就是不要在羅爾的圈裡面跟他打喔 除非你可以確定羅爾沒有免疫 並且我們可以一套把他秒掉 那像這樣呢 羅爾有免疫我們就比較麻煩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他免疫已經用了 他免疫冷卻時間呢 是比你們大招冷卻時間慢很多 這邊注意敵方羅爾 看來是一個聖誕老公公的概念 這邊他應該是覺得 一技能兩段命中 再加二技能可以把我殺掉 可是我才不會乖乖站著被他打呢 目前我們稍微都hold一個人頭 注意到我們的小狐狸 先救一救他 抓敵方阿杜恩喔 順利只用二技能把我還速 疊個被動個大招 順利把他帶走 這邊注意到敵方納克喔 那這邊如果我們再順上去開大招呢 吃了機會把他帶走 可是如果敵方羅爾反應快一點呢 他可以幫納克擋子彈 並且把我們緩在防禦塔下面 這樣子就會非常捏絲喔 找敵方祖卡 這祖卡有點兇喔 直接見面給我們一套 這邊我們跟小狐狸在這裡蹲一蹲 這邊我們跟小狐狸在這裡蹲一蹲 暫時沒什麼事發生 找敵方羅爾 先找小兵 疊個被動喔 先把被動疊好呢 等等團戰還是幹嘛都比較方便 這邊我們身身血量不是很好 要注意走位喔 尤其是不要被敵方消除 我們下處抓呢 由於也沒什麼物理防禦喔 小丑傷害對我們非常的高 這邊我們先後面持續輸出 抓敵方羅爾喔 再開個大招 順利帶走敵方羅爾 我們大招擊殺之後呢 會馬上刷新我們的被動 這樣子我們可以再做一波的爆發 就要敵方納克喔 他血量是滿的 我們先天生一技能 大招擊非常療癒 這時候長置拆個塔 最後一方主考 我們先給他一技能大招 再來使用二技能 那我們這個大招呢 是穿過敵方 的守門員 是不是有點帥呢 有點可惜的是我們傷害還差一點喔 不足以把他打死 這邊我們快速吃的古龍 增加我們的恢復能力 由於我們的奧義帶的是BU呢 加上古龍的Buff 我們回血量非常的快喔 笑一下敵方呢 阿杜恩 捷克大招 直接帶走 有這麼高的傷害呢 主要是我們 第二件買巫妖王關 如果第二件買生命法傷呢 剛剛血量應該是打不死 這邊主要敵方納克羅斯 捷克一技能 最後成功拆敵方中部防禦塔 這邊點個被動 這次我們已經拿到了六個人頭喔 我們的傷害已經非常的高 這邊我們是想要一技能接大招喔 結果我們按太快 沒按到一技能 主要是我們的一技能還在冷卻喔 還有零點多秒 只有敵方小丑剩一點點血量 我們就順勢來插一個防禦塔 插敵方小丑喔 再順上去 我們被動呢 我們只要把燒手電死 這邊注意一下敵方位置喔 我們先壓著我們的二技能 目前我們的二技能有三段 先拿開來躲過敵方阿頓 再進場把阿頓擊殺 那這一波團戰呢 也不算團戰喔 就是不停的單抓 打贏之後呢我們就可以來 猜猜防禦塔 招敵方熊毛順上去一技能 直接把他帶走喔 看來不需要到我們的大招 祖卡跟艾莉呢 一直都是比較軟的英雄 這邊我們身上還有三段位移喔 而且我們血量是滿的 我們看有沒有一機會在單抓敵方 可是敵方逐漸復活之後呢 我們就要慢慢的拉開 先跟上去 嘗試輸出 最後是要敵方阿頓 這邊我們的大招呢沒有刷新喔 主要是 阿頓不是被我們的大招擊殺 這邊點點山路兵線進來 有小丑在呢還是比較麻煩的 小丑非常不錯的手彈了你 然後敵方阿頓羅斯呢把兵線推出去 他這樣做是正確的做法喔 畢竟阿頓羅斯呢也守不了基地 所以我們嘗試把這主堡拆掉 先收到敵方的祖卡 再拉開並沒有被防禦塔擊火 這邊我們兵線已經沒有喔 有點難拆 來 最後還是免法拆掉喔 那主堡剩一點血量 既然這樣呢我們先去清一清 先來吸個藍 順利買出我們的暴力法杖 除了買出暴力法杖呢 我們整體的爆發是大幅的提升了 有機會的話呢我們過來展示一下 我平時逛街的時候呢 習慣先把被動疊起來喔 先把被動疊起來呢遇到敵方 也比較好做事 找敵方祖卡 我們順利上去 這門被鬥呢就打了他兩層血量喔 如果有機會再見一星人跟大招呢 有可能可以把祖卡帶走喔 這邊先等一等門隊友過來 我們隊友在凱薩附近喔 我們看他有沒有辦法吃一吃 不然這顆艾莉呢應該是殺五秒的事情 那這門隊友選擇直接進攻喔 我們先拉開 這邊直接秒殺敵方祖卡 最後成功去敵方祖堡 以上呢是我帶來的 攻擊裝圖倫的實戰解說 最後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訂閱頻道 打開啟鈴鐺才不會漏的追星通知 喜歡影片也不用記得點個喜歡 任何問題或者想對我說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是雙二我們下次見 掰掰